源头设计、绿色材料、产品制成 都是环境永续重要的一环 当企业共同追求永续发展 与国际同步追求净零碳排 新材料与新技术更不断问世 那我们还原出来的材料就会是有三种 因为料部里头所含的材料就是PPP 就是塑胶粒子 然后跟紫鲜还有吸水盐SAP 循环经济从理想弱地市场 已经有各式各样的运用融入大众日常 透过科技将废弃物转为高价值的材料 打进建筑设计、居家生活、服饰鞋包等不同生产线 我们是去打造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木头成分 但它长得像木头 并且可以解决木头防腐、防操、防袖的一些 过去做不到的一些功能性 到厂商那边这个材料 它其实重新破碎再压成一块板 它可以再做成其他的产品 绿色经济已居出行 除了消费者外 制造端已需要环保的选项 这仰赖原料供应端 从源头重新设计材料 等待有效串接 才能真正走向环境永迅的道路上 没有追年轻的朋友 我想台湾的未来怎么办 ASPN综合报导 所以我们都在有的时候 也许是多一种